我们在我们淮北市博物馆的核心展区 就看到了我们曾经发掘出来的唐代的船只 是的 其实我们当年柳子考古发现了所有的可移动文物 都在我们博物馆内进行展出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场景 其实就是按照柳子当年发掘的这个遗址发掘的场景 一比一进行复制的 但是虽然场景是复制的 所有的文物包括下面的船板都是原件 船是真的 对 所有的船板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唐代这些船只的这种感受 但是我发现这个船只跟船只还不一样 没错 我们这里展出的其实就是运河上最典型的三种船舶 一种是大型的木板货船 一种是下面的这个船板的蝎黄之江船 还有一种就是离我们最近的独木舟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离我们最远的一艘大型木板货船 其实它在99年考古发掘的时候出此的时候 它前面的船头是缺损的 但是如果连上我们经过修复之后 连上这个船头它长能够有24米 载重能够达到30吨 它的整个船板是用香章木进行制作的 因为章木我们都知道 防腐 对防腐 30吨这算不算当时承载量最大的船了 不算 30吨是不 待会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载重量最大的运河的客船是60吨 60吨 两倍了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尾舵是很完整的 它的尾舵呢 是用优质的青钢蜜木进行制作的 虽然经过了千年的这种河水的冲刷 但是仍然是保存完整的 这个尾舵 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 叫做淮北舵 竟然用咱们就是当地市的名字来命名 是的 当地地名来命名的 因为这个舵呢 它是原始的手握舵 到北宋的这种垂直转向舵的过渡型舵 这种过渡型舵 它其实在我们99年发掘之前 在史书上都有记载 描述它是什么样的 它有什么样的作用 但是在中国没有一架食物出土 直到我们99年 柳子的考古发掘 有了食物的印证了 有了食物的印证 所以它对我们中国的造船石 包括考古的研究 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就我们的古船研究专家 就将它命名为淮北舵 淮北舵 以我们的地名命名为舵鸣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